神的话语总是Yes,总是Amen 是永不能够震动的 是我们生活的凭据 让我们不再是凭着自己的感觉 或者是自己的利益而活 来是凭着神的话语而活 一起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二章 希伯来书第十二章前面两节 是我个人最喜欢背的经文 希望大家也能够从这个经文里面 得到很大的鼓励跟启发 十四节讲到 当我们在苦难中有两个追求 第一个就是要追求与众人和睦 并要追求圣洁 第二个就是要追求圣洁 所以我们在苦难当中 我们要追求与人和睦 要追求圣洁 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第十五节又要谨慎 为什么谨慎呢 因为有接着三个恐怕 如果不谨慎的话 会有三个事情我们要注意的 第一个恐怕有人失了神的恩 如果我们在苦难中不谨慎的话 有可能会失了神的恩 就是我们之前讲了很多次了 我们如果失去了信心 不继续的跟从主 半途而废的话 就会失了神的恩 第二个恐怕就是有毒根生出来 扰乱你们 我们在苦难当中 可能有人误会我们 有人攻击我们 有人抱怨我们 冒犯了我们 这个时候如果没有谨慎的话 我们就会有毒根生出来 扰乱你们 因此叫众人沾染污秽 所以任何的苦毒 就会在教会里面来扰乱 而且呢会使众人沾染污秽 所以我们绝对不要让苦毒 愤怒的这些毒根 在教会里面 我们要赶快的处理 赶快来面对 第三个恐怕 这是恐怕有淫乱的 有贪恋世俗 如以少的 他因一点食物 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 这就是讲到我们肉体的 这个邪情私欲 那在苦难的时候 如果没有注意 就可能 就是让我们跌倒犯罪了 后来想要承受 父所住的福尽被弃绝 虽然豪哭窃求 却得不着门路 使他父亲的心意回转 这是你们知道的 第十八节 你们又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 这地方指的就是摩西 那个时候颁发十戒 就是在河列山 此山有火焰 密云 黑暗 暴风 叫声与说话的声音 那些听见这声音的 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 所以当年 以色列的这些祖先们 他们非常的害怕 不敢靠近河列山 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 他们的话 说靠近这山的 即便是走兽 也要用石头打死 所见的极其可怕 甚至摩西说 我甚是恐惧战惊 所以在这个地方讲到 提醒新约的这些信徒 就是你们现在所在的 这个国呢 这个天国不是当初摩西的 这个河列山 是很可怕的 而是来到西安山 永生神的成义 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 所以天国 天上的耶路撒冷 那这个地方连续讲到 有六个东西 在这个天上的耶路撒冷 第一个 那里有千万的天使 天国里面 天国里面 千万的天使 第二个 有迷路在天上 诸长子之会 所共聚的总会 就是在 这些 这个可能是 生命册里面 这些 长子们 在那边 有一个总会 第三个 有审判众人的神 第四个 被成全之 义人的灵魂 包括你我 第五个 并新约的 中宝耶稣 有耶稣在那里 我们就安心了 第六个 以及他所洒的血 这血 所说的比亚伯的血 所说的更美 你们总要谨慎 再次要谨慎 不可弃绝 那向你们天上 警戒我们的呢 何况 不可弃绝 那向你们说话的 因为那些弃绝 在地上警戒 他们的 尚且不能逃罪 何况我们违背 那从天上 警戒我们的呢 当时他的声音 震动了地 但如今他应许说 再一次 我不但要震动地 还要震动天 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 震动了地 他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立刻发生了大地震 当他再来的时候 连天都要震动 天地都要飞去 只留下天国 这再一次的话 是指明被震动的 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 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 28节 所以我们记得了 不能震动的国 就当感恩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 侍奉神 我们已经得了 不能震动的国 天地都要飞去 唯有我们所在的天国 是永远不变的 是坚定不移的 有了这样子的一个 却具有这样子的 美好的产业福分 我们应该怎么样做呢 就要感恩啊 而且呢 要照神所喜悦的 来去侍奉他 用虔诚敬畏心 来侍奉神 我们侍奉神 不是出于勉强 我们侍奉神 也不是马马虎虎 乃是要套神喜悦 乃是我们用敬畏的心 来侍奉他 求助帮助我们 把我们最好的献上给他 因为我们的神 乃是烈火 神一方面是 爱的烈火 同时也是公义的烈火 所以我们要敬畏他 来侍奉他 今天圣灵给你什么感动呢 向你心说了什么呢 我们看到在 希伯来书十二章 告诉我们要胜过苦难 勇往直前 要仰望耶稣 不轻看天父的管教 盼望新耶路撒勒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啊 天地都会震动 唯有你给我们的天国 永远长存 感谢主将天国给我们 求主让我们 照神所喜悦的 用虔诚敬畏的心 来侍奉你 让我们在苦难中 更是专心仰望你 靠你喜乐 喜乐就成为我们的力量 胜过一切的患难 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